本節目由魔王碎碎唸獨家提供 各位變態大家好 我是魔王 在我們這個社會裡面 念書跟考試一直都站著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就在這個社會裡面 一些重要的階級還有職位 都必須要靠考試這個方式 來確認你是不是具備這個基本的資格跟能力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 有關於念書跟考試這件事 魔王知道很多人自己覺得自己不擅長念書跟考試 所以很早就放棄了 但是很多人應該不知道 這裡面其實是有很多陷阱的 在正式開始聊這個課題之前 魔王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魔王個人的成長經歷 基本上有在追魔王頻道的老變態 大家就知道魔王這個人就是有病 在小學的時候 魔王念的是一個實驗小學 入學的時候就有做衛士智力測驗 測出來的數字是140以上 結果小一的導師就跟魔王的爸媽說 喔你這個兒子很聰明喔 應該要好好的栽培 但大家都知道一件事 四十多年前一對從中南部上來台北工作 頂多國小畢業學歷的夫妻 哪懂什麼叫做培養 於是魔王的爸媽就花錢請我的導師過來做家教 當時一周是來三天的 大家知道在那個年代有請家教就已經是最高階的培養 當然魔王當年導師教的是國語 會的也就是補習班的念書形式 也就是念一些比國小還要深一點的文章而已 但是魔王在幼稚園的時候就已經在看聯合報復刊跟文學講 所以沒多久就覺得很無聊 結果跟爸媽說我好像覺得沒筆了 然後我爸媽也就順勢把這個所謂的栽培給停下來 說時代要栽培那個時候應該要培養數學物理化學或是程式員 但是那個時代的資訊太少 根本沒有人知道那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那其實就魔王現在的角度來看 一個智商高的人就有點像是一台電腦的CPU跟RAM 我們知道一台電腦的效能越好 跑系統跟資料自然就會快一點 但是這個東西跟處理事情的效率是兩碼子事情 因而這還牽涉到的作業系統 程式軟體的優化 還有你在使用作業系統的習慣 還有你個人在處理問題的流程等等 所以其實買一台電腦比較重要的 並不是無上限的追求配備的效能 而是我們應該要先確定自己的需求就好啦 可是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效能越好電費耗得越兇 也是跑得越快越耗損能量 而歷史上很多腦子好死的人跟許多的天才 他們的後面都有憂鬱甚至精神病的傾向 而魔王當時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心狀態 這個問題就出現在魔王的青春期裡面了 魔王在生活中的那個時候 身心變化是很劇業的 所以其實每一天都有幻聽跟幻覺的情況發生 天天耳朵旁邊都會生起很多聲音 像那些什麼叫你去死的啦 不然就是叫你打他拿刀去砍人的啊 或者是有時候一覺醒過來 一看天地居然是顛倒的情況 更不用什麼像現在說的那些情緒障礙跟憂鬱之類的 根本就是一個標配 因為魔王的舅舅其實那一邊有個精神病的病史 當時的魔王就覺得 我可能一輩子都要跟我舅舅一樣 終生吃藥控制呆塞傻傻的啦 但那個時候魔王也沒有讓爸媽知道自己的情況 當時身邊的朋友也只會覺得 幹這也講怪怪 動不動就去笑吹同學 那就是一個性感悲 後來花了很多時間調適之後才發現 原來我的身體在進入重度的勞動 或是大量運動之後 這種發瘋的狀況就可以慢慢減輕 也就是當我們的身體開始跟大腦搶資源的時候 我們的大腦就沒有那麼多能量 就比較不會去笑啦 所以魔王客瑜除了要跟自己的老輩 去工作扛招牌之外 就是瘋狂的打籃球 為什麼要工作呢 因為魔王家裡並不是有錢人 我們家就是標準的白手起家的工人家庭 所以當年魔王在小午的時候 只是稍微有點大人的樣子 就要跟著爸媽出入工地去工作 總之那幾年只要是打球 基本上都是從早上4點一直打到晚上12點 而且當時的身心狀況不穩定 也沒有辦法用心唸書 後來就跑去畫畫啦 一邊畫畫一邊做手工藝 來修復自己的狀態 一直到現在其實魔王都覺得 魔王其實都沒有痊癒 只是我知道怎麼讓自己 維持在某一個平衡的狀態下 然後在這個社會裝正常而已 那魔王你說了這麼多自己成長的經歷 那跟念書考試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當然有關係 因為魔王後來在學校做臨床研究的時間裡面 念了不少國內外的醫學論文還有報告之後 你就發現了 其實大腦成長的生理時鐘 這個部分跟考試念書的關係是很大的 我們知道人類所有的智力相關的活動 都需要靠大腦來完成 其中包括了推理理解計畫 解決問題抽象思維 表達意念還有語言跟學習的能力 也就是說我們去評估一個人的身體 是不是長好了 可以客觀的從身高 體重肌肉骨骼 性器官還有第二性真的成熟度 去判斷身體是不是長好了 但是一個人在發育的過程裡面 腦子有沒有長好 或者是不是長壞了的這件事 其實沒有辦法光從表面去做評估的 而根據現在的腦科學研究 人類的大腦極其複雜 而大腦不同區域負責的功能也不一樣 根據每個人大腦的發育區塊 然後依照其性別遺傳 環境刺激營養攻擊成長經歷 還有它的成長速度跟成熟度 都會有所差別 就像有的人不怎麼打球 也不怎麼運動 就能長到180 190 甚至200公分 那像王拼命的打球 就連175公分都不到 然後這些都長到190 200公分的人 每個都可以灌籃嗎 那也不是這麼一回事 因為那還要靠個人的天賦 還有訓練 所以當一個孩子的言語區 發展的比較慢的時候 可能讓他從小就不善延遲 但等他言語區都已經長好了 卻因為過去的成長經歷 讓他誤以為自己就是個不善延遲的人 那麼極變 他大腦長好了也不會用 久而久之就真的變成一個不善延遲的人了 那我們需要知道一件事 也就是人類的大腦 雖然在10歲的時候 就會達到成人的大腦體積大小 但是因為各區相鄰的神經元 它的連結依然被簡化 還有互相傳遞連結的狀態 也就是我們的大腦還繼續在成長 而負責性跟情緒的區域 會在12歲的時候達到發育巔峰 到18歲的時候發育完全 那這個時候剛好是人類的青春期 所以你在青春期的時候 你滿腦子是想要吵架 思春跟修感 這也是很正常的 然後我們的大腦裡面 負責理性思考的部分 像是判斷力 心理跟自我認知的相關能力 這些都要隨著我們的大腦的 前鼻之城 前額葉還有頂葉的完全發育 才能夠開始起作用 也是就是一個人的自製力需要等到大腦 大概25歲的時候才能夠成熟跟健全 但這個時候因為人體的荷蒙系統 還在持續發展 所以有很多人的腦前額葉區 可能到了30歲都還在行程中 那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不幸你的腦子成長比較大 那可能到了30歲都還沒有長完 再來是大腦各區域的協調工作 基本上就兩種模式啦 第一種模式就是 某個小區域的神經系統都長好了 我們就直接投入戰場 跟既有的機制 進行協調運作的狀態 另外一種就是 一整個大區域全部都長好了 然後才一次開始進去擴充功能 第二種狀況也就是我們常在講 這個人的腦開窍了 所以魔王在看 網路上很多人在網路上侃侃而談 說他以前也不愛念書 然後後來找到自己的興趣 就有努力的重考 就考上了台大 考上了醫學系 還有人多笨蛋看了就覺得說 啊對就是這樣 所以我也要找到自己的興趣 魔王覺得這明明就是一個 倖存者偏差的謬倫 這就像有一個人跟你說 我本來都不能灌籃 但是因為我後來長到200公分 然後我在努力做重訓之後 就能灌籃 一樣的無聊 那我看起來就是呢 這些人其實就是相對的比較幸運 腦子提前長好而已 魔王並不是說這些人的努力 都不值得一提 而是在這個世界上到了某一個程度之後 你的努力只是一種標配而已 所以魔王身邊有很多學霸同學 他常常都會講 其實我只是比較幸運而已 這句話除了倒進了階級的幸運 資源的幸運之外 再來是能將自我生理時鐘 還有人類升學制度 巧妙地竊合在一起運行 這已經不只是幸運了 而是一種萬幸 美國哈佛大學的神經科學家 Leah Samariel她表示 人類在不同時期 腦發育的結構 還有它的功能連帶了影響 人類的行為判斷 再來是荷爾蒙跟它的成長經驗不同 都能夠造成個體的差異 而這個狀況 目前已經在許多的法律跟政策社群中 獲得了討論 而在人類的教育體制裡面 其實說穿了 升學的制度就是一個篩子 那麼以台灣跟亞洲的升學制度來看 這個僵化的制度 無疑地對那些腦子某些區域 長得比較快的孩子是有利的 而那些被升學制度塞下的孩子們 其實不代表這些孩子不聰明或是比較笨 他們只是那個時候的腦子長得慢了一點 就試想說今天有個孩子比較喜歡跑步 他的大腿比較粗壯 但是他沒有辦法拉單槓 我們其實不會說這個孩子有病的 但是如果今天有個孩子因為他的性線先發育了 或者是海馬回跟性能核的活動比較多 所以無法專心唸書 那麼他居然會被當成笨蛋 8加9或是死猴子 那麼於是他在成長的過程裡面 就先被這個社會制度丟到了底層去 更諷刺的就是現在很多家長搞不清楚狀況 都非常的焦慮 因為所有的廣告跟資訊都要告訴你 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 那魔王要告訴你 這個世界上很多東西的本質 他只是在販賣你的焦慮而已 因為我們都知道人生很漫長 氣長才能跑得遠 而且從來都沒有人跟你說過 念書念得好 要犯要到老 魔王身邊其實也有不少人 其實他的人生巔峰就停留在求學時代 更多的是從小就在牛頭班的一些同學 現在很多都是月入數十上百萬 甚至上千萬的老闆 你不要跟魔王說什麼 啊幹他們就是不愛念書啦 所以只能當修車長的老闆 不然就是當養豬的啦 要搞清楚 你這個叫騎士 人家修車養豬的一個月幾十萬上百萬上千萬的收入人都一堆 人的買家都現金買啦 你是比別人高雄得到啦 所以我們要知道人生其實有很多的可能性 念書跟考試也沒有辦法代表一個人的智力 更何況智力只是人生多種千人的其中一種 我們現在知道對於某些人來說 他的智力養成是需要時間的 我們要更清楚一件事 有沒有可能這個社會上所謂的工作階級 發育遲緩甚至於疾病 他都可能只是一種社會現象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深吸一口氣 仔細的去思考其中的背景還有形成的原因 想想是誰在裡面獲得了最大的好處 再來就是不要隨意的為任何人貼上標籤 那麼我們才可能在這個迷亂的人世間稍微的清醒一點 好啦 魔王知道太長的影片 大家其實沒有什麼興趣看啦 所以有關於念書學習跟考試這件事 魔王可能要猜幾個影片來慢慢講 因為當我們能夠多了解自己一點 我們能夠受到的磨難就能夠少一點 而且有太多人做事情都是靠情緒在做事的 而不想看清現狀 就像魔王今天兩天有個學生 因為他爸爸年紀太大 革了COVID-19之後費工人剩下不到30% 於是家人就請了一個陰庸來家裡面幫忙照顧病人 結果那個媽媽每天都覺得 這個爸爸會跟年輕的女陰庸投資 然後整天就在家裡面吵架 魔王後來就跟他說 你老公已經自己無悔了 心悲功能有一個問題 他不只不能對你國情 其實他現在對每個人都無法國情 他不信你直接幫你本來叫啦 保證你直接送給你 魔王 啊你說很多人都用情緒在處理事情 那麼情緒這件事跟念書還有考試 到底有沒有關係呢 當然有關係 而且關係還很大 所以我們下次再來講一下情緒還有考試念書的關係啦 好啦這就是本期魔王碎碎念的內容 這一期的內容比較沉重僵硬 很多人可能聽不懂 但是魔王身為一個中年老阿伯 除了做遊戲之外 就是想要靠北這些五十三的東西 然後你們這些老變態呢 也都沒得選 好啦那麼魔王碎碎念 我們下次見 我是魔王 一個外表跟內心一樣變態的中年阿伯 我們下次見